你们有没有预判过 二十大后最糟糕的状况 我们的外交上被打压 最糟糕的状况是什么 这方面的测试当然就是邦交国 是首当其冲 直询台上连环追问 面对中共二十大后台湾的外交处境 外交部长伍昭谢证实 有邦可能出现松动危机 我想有一些邦交国 的确是有一些预警的情致 但是在这边没有办法去讲 虽然没办法多说细节 但是中国可不只在外交上 有所动作 随着立委揭露 抖音上出现假冒外交部的账号 吴钊燮强硬表态将会报警处理 而在中国不断打压 并实施认知作战之下 蔡总统会不会出访巩固绑仪呢 目前还短期间之内 还没有那个总统出访的规划 虽然总统已经有两三年没有出访 不过吴钊燮悄悄透露 蔡英文明年将有出访规划 尽管无法公布访问地点 但是最高领导人将透过重要决策 重新活化我国外交 华西闻陈真 洪西宇台北报道 嗨 我是盈童 记得订阅华氏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 站起来